关于去年这个智能手机销量的排名 有一个许多人认为是非常好的消息 华为的出货量跌了将近四成 已经不再是前五了 那前五是哪几个呢 是吧,苹果,三星,然后小米 唯有这个OPPO 拜登政府说 对华为的限制要继续 因为它危及到美国的安全 人们感觉更多的应该是5G 5G基站 包括这个华为设备在美国通讯框架内 目前的存在 这是一个硬件漏洞 之前这个关于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 因为它模令两可的没有明确的表达是否坚持对华为的禁令 被议员要求 耸耸耸肩 最多一个苦笑 华为和这些企业有区别吗 是不是华为被制裁了 是不是华为被制裁了以后 就能做到撒一锦板 让小米 VIO和OPPO这些中国企业 就不再敢继续干 华为中兴曾经干过的事了 典型的天方夜谭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 经常看到一些西方的政客 他们对中国是相当的无知 无知到他们沾沾自喜的东西 根本就一文不值 其实说到底一句话 整个国际半导体产业 它的调整只是刚刚开始 到现在 美国半导体协会 还在向拜登政府 要求 要解除一些禁令 增加一些豁免 甚至能够全盘的推翻 川普时期的总统令 只有这样 半导体产业 至少是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才能有长足的进步 才能有足够的销量 有了利润 他们会有更多的钱 投入到前沿的开发 在这个产业 在这个产业上 他们才能继续保持领先 实际上 实际上 日本的追赶 已经让许多 买国的企业 感觉到了危机 三星的成功 源于他们从日本 进口了更多的产品 进口了更多的产品 其实这个世界上 人们总是认为台积电是最大的代工 你要真正回想一下 你就应该知道 三星才是最大的代工 三星带动了很多产业 在发展的过程中 既树立了品牌 也消耗掉了 来自日本的这些产品 我们从三星会爆炸的电池 就可以明确的感觉到 韩国人自己设计一个手机 都出现问题 那么中国的手机呢 中国有许多手机的设计 都不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 还是在日本 你拆开任何一个 华为小米 Vail 或者OPPO 里面的元器件 绝大部分 是来自日本 它的科技 往往是来自美国 华为和小米 无非是一个商标的问题 限制了华为 就能解决这一切吗 就像一个变形金刚一样 你把它拆开以后可以重组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 对一家企业的这种限制 会有什么实际的效果 实际上大家都应该知道 它最大的问题是在这个产业 而整个世界 尤其是美国 做好了 完全剥离 中国进入这个产业的可能了吗 这会伤害到 无数现在还在 从中国市场 以及组装加工市场 获利的美国企业的利益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对日本企业的利益 伤害也会非常大 日本从去年开始的经济复苏 这种大的增长 完全是依赖于中国的进口 日本从2012年开始 从08年金融危机中 恢复到 连GDP增长大概1% 主要的来源 也是中国 我们经常在计算的时候 看见到口径不太一样 日本甚至连海外的隐形日本 它的产值都是从来不计算 那么 像美日这样的 在半导体产业上 相对比较领先的 它们最终 销售方是谁呢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无论是手机 5G的基站 还是摄像机 电脑 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代工厂都在中国 它们即便有一些往外搬迁了 这个时间可能还需要两到三年 政客们营造出来的这些指标 对华为的打击 实际上只是为了应付一下差事 告诉你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然后呢 把一两个企业吊打一番 显示 他们对中国的限制制裁 是左右成效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基本上没有 真正要制裁是对全行业 而不仅仅是一两家企业 忠心低头了 是吧 给他派个党代表 你认为你就能管住他了 华为呢 往私里打 把他就算是打解体了 终归还是与事无补 所有这些 涉及到 利用美国的知识产权 向美国正在制裁的国家 提供服务的 他不仅仅是中兴华为这两家 或者说出了事以后 把他们推到前台 来抵御美国人的路火 这是不解决问题的 实际上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 无非是因为 半导体产业的调整 还没有完成 所以像小米 OPPO VIO这样的企业 不再被人们重视 人们好像认为 华为要服从共产党的指挥棒 小米就不要服从一样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傻子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 经济政策 产业政策 随着政治的指挥棒转 它要有一个滞后期 大家不得不默认这一点 仅此而已 所以不要认为华为跌出了 手机生产销量的五强 就为它欢呼 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还早着呢 好了谢谢大家 再见